大家好 任何普加人和大家做新品瑜伽 在6月24日 之前Nike Sneaker 發布的 TeamTone系列 大家也說是三部曲 除了麥浸龍的三部曲 Nike 自己也有三部曲 在我手邊的 其實就是今次三部曲 最後一對的下載 其實只是三部曲裡面的最後一對 因為Nike 在燈的戰略裡面 其實有一個很長的時間線 大家在網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配色 在之後也會發售 這次的這一對 其實也是一個叫做 海軍藍配一個橙色 大家也知道1985年的燈已經是有了 這次也是用了一個比較復古的顏色 去做了這次的燈 大家可以看到整個鞋身 比較小的部分和Swoosh的部分 其實會用了一個撞藍色 在這個鞋腰或者鞋頭 內襯也會用了一個橙色去做 連一個鞋底也會用了海軍藍 我覺得整雙鞋會比較有復古的顏色 在上面 畢竟它在一個Nike Seneca上做的一個海埔 它都用了一個復古的風格 去營造整雙鞋的氣氛 這次大家也可能會覺得 之前巴西或者白紅色 它都會用一個大學的元素 一個配色去做 這次其實在網上 其實我沒有找到這間大學的配色 如果這個真的是一個大學的配色 麻煩大家在這個評論上 告訴我這個到底是什麼大學 事不宜遲我們這次看看這雙鞋的相機效果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